好 马上联系立法院最新消息哦 今天特别费的争议在立法院引起讨论 渴望以后可以解套 也就是所谓的特别费可以历史工业可以除罪化咯 好 不过呢 这个话题发酵之后 唯一位特别费坐过牢的余文之言就感慨说 早就希望通过这整个修正的法案了 整个相信状况我们联系给记者林佳元 好 特别费案呢 渴望除罪化 不过呢 这个余文哦 之前被判刑两年哦 还服刑了 那他成为这个特别费案当中 唯一一个人坐牢 而且也是之后呢 唯一有坐过牢的人哦 今天他怎么说呢 一起来听听看 我是 心情是很痛苦的 对 因为包括要入宪之前啊 那还有在入宪中 在服刑中 其实我都很 多么期待说 那时候就已经有讨论到说 特别会要除罪化或是要修法这一部分 其实当下我就很希望说 尽快通过 或是说让我的能够早一点离开那个地方 那可是不能如愿 那不能如愿的经济下 我最后因为也浮行其满 所以我出来了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向前看哦 好 特别费渴望在今天 这个月的29号完全三毒哦 那其实就会把这个特别费除罪 不过俞文也感慨的说 希望呢 早就希望这个法能够早一点点过关 他虽然有点感慨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向前走 把镜头交还彭内主播 好 反而在29号就可完成三毒 不过 唯一未特别费坐过牢的余文 今天面对询问是相当的感慨 没见到